瑞瑟乡今年起全乡路灯设施委外管养 却引发了民众抱怨 把路灯变得更不亮了 乡代表林玉梅在乡镇总质询议程中 特别为名喉舌 而另外对瑞瑟火车西站发展潜力 林玉梅建议乡公所 善用西站前农官科科指串联温泉区 营造观光旅游圈 重新打造瑞瑟乡的门面 在路灯管理济世退休后 瑞瑟乡公所也同步将乡内路灯设施的管理养护委外执行 不过却引发乡亲民众层情报院 提报路灯灾修却都没有下文 路灯管养效率不增反降 相待会乡镇总质询议程中 乡代表们群起质询关切 那如果说一个人讲 两个人讲 我们觉得可信度会质疑 会去行政 如果十个里面有八个人在讲这个区块 我想我现在要提出来跟我们乡长跟我们这个团队来做一个检讨 这个路呢 一个礼拜维修一次 那你们有没有固定哪一天来维修 另外包括林玉梅 钟明秋等多位代表 在历次的定期大会中关切瑞瑞车站站体服务改善工程 以及站前周边商圈的开发却都毫无进展 相代表林玉梅无奈放弃 锁定警铃温泉区的西站周边环境 直询建议营造成瑞瑞乡的观光旅游门面 这个西站一出来整个的这个湖泉路 它的路数现在在明海 这里也有约一些植物数的经费 如果这整个路数都种植好了 然后整个的湖泉路的这个路况 也都做得很好 并有话也做得很好 那我们就插在哪里 插在一出了站之后我们要看什么 可以让一刻停下来 五分钟十分钟都好 我希望在瑞税国务这边的影响 一直延伸到停车海那边 还有关门客内的影响到 一直延伸到瑞税国小 这个区块的影响 我需要工作这边可以好好地规划 来设计 面对乡代表们直询关切 乡长陈敬光就路灯委外管养成效 回应表示 将加注调整明年度的起源内容 而至于瑞税火车站东西站前 观光商圈环境的营造 乡长陈敬光也将会与台铁协调 并折成农官客 规划营造瑞税乡的观光新门面 记者是玉兰瑞税采访报导 感谢观看